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來 那今天的話呢要來跟大家分享我們這個 魔靈這一次改版新增的一個賣符文的新系統 就是我們這個排除設定的部分 那就來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去做販賣符文的一個標準的 因為這個設定可以讓我們在賣符文的時候 有著更精細更精確的挑選 雖然說我覺得這個挑選還是有些部分有瑕疵啦 不過基本上至少他是有所改動的 那我們就期待未來可以再有更好的優化 那我等一下也會順便提出一些我覺得 可能可以再做改進的部分喔 好啦那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部分的話這個地方在符文販售的時候呢 符文等級這邊啦原本我們的六星這裡 是會留下這個英雄符文跟傳說符文 那現在是全部勾選起來 也就是說預設的情況是 全部的符文通通都會賣掉 但是這個出售排除設定 除了什麼符文以外 就除了符合上述條件的 那主屬性的這個地方的話呢 原則就是這個246只要看到固鼠都賣掉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到排除的部分 那這邊排除的話 我們先來看這個 所有符文只要是子符英雄符文以上的話 只要是英雄符文的話呢 我的挑選標準就是 如果英雄符文子符有六速 有六速 那我就留下來衝看看 當然就會有人說 老師那可是有些符文算他五速 但是他的這個附屬也不錯啊 像是舉例 如果今天是暴走 如果今天是抑制 如果今天是可能反擊等等一些比較好用的符文的話 那這些挑選標準 這些可能他的速度如果在五速四速 我會選擇在其他地方再補充設定 這個全部的話 原則上我是給什麼 我是給可能像是 命中、剛義、決心、任性這類的 或者是這種 呃...祝福啊、守護啊 這些比較少用的符文 因為子符的話 畢竟充滿的話 就算全跳頂就是24速 那如果今天這個... 基礎只有4的話 跳頂就是22而已 而且要全跳頂 算是一個機會啦 這個地方大家可以自己斟酌 要不要選擇一個六速 我自己目前的情況是 如果剩下兩條屬性都沒用 那他的這個基礎速度又是4或5 我可能... 甚至我有時候連衝都不會想要衝 那...但是如果今天是這個傳說符文的話 因為他畢竟有跳4次的機會 所以我就會留... 只要有速度通通都留下來喔 那除了這邊以外呢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 我們這邊可以挑選的呢 是... 總共有23個種類的符文 那我就會開始把它分類 首先第一類 祝福、守護、忍耐 這三類符文是我自己覺得 偏向坦符 然後... 用處我自己覺得偏小 因為... 呃... 你真的要坦的話 真的還是比較多會去使用 可能像是反擊的啊 可能像是抑制啊 祝福、忍耐、守護算是比較偏弱勢的符文喔 所以... 我把它三個放在一起 這邊我也沒有勾無形符文 其他的選擇部分啦 其他的部分我都會把無形符文勾起來 因為無形符文可以取代任何一種符文的一個位置 但是我並不會希望無形符文來取代祝福、忍耐或守護的位置 因為我覺得這三套符文是... 對我來講 它是比較低階 比較沒有用處的 那... 在挑選上 因為是坦符 所以我的挑選標準呢 就是以有體力、有防禦 這兩條為主 啊! 這邊先來介紹 它的挑選方式是 你下面有勾的東西 只要有其中一條符合 只要這顆符文有其中一條符合 你的挑選標準的話 它就會留下來 所以坦符的話呢 我的標準就是 在這個 只要體趴或防趴有在7趴以上 攻防體的趴數是5到8趴 那5、6趴我覺得真的偏低啊 如果你有一個坦符 那即便它有防趴有體趴 但是它都在6趴以下的話 我覺得... 呃... 衝起來的效率偏低 加上 因為這類型的符文 我自己覺得用處不大 所以除非它真的衝得很頂 除非它今天可能真的 甚至我自己... 甚至連它這個... 呃... 英雄符文我自己都不太想留 我甚至想... 只想要留傳說符文了 就是... 我覺得 紫符的這類符文 對我的用處極小 那...當然這是 依照每個玩家自己包包的符文 可以去做一些調節 如果你說 欸你缺這些符文 或是... 呃... 你正好需要農什麼水犬神 山水犬神的符文等等的 你需要坦符的話 你可以把這些標準降低 你可以把這個紫符也勾起來 但我自己的選擇是 我就不要... 我就不要這些的紫符 因為對我來講 這些符文的用處實在太小了 所以我直接看到它 我... 如果不是真的跳得很頂 我不會留下來 再來第二類呢 迅速集中絕望保護 然後封印以及鬥志 這類符文 它是偏向速度型符文 那當然無形就可以取在這裡任何一顆嘛 所以無形位勾起來 速度型符文不用講 有速度就可以 那無論它是紫符 還是這個英雄 不論它傳說符文 它是英雄符文 我們剛剛有說到嘛 呃... 一般的符文我是挑... 紫符我是挑六速才留 但是... 這類型... 偏速度為主的符文 它有速度 我就留下來衝衝看看 畢竟一顆迅速 即便它另外兩個屬性是廢物 然後即便它一開始只有四速 如果它是這個紫符 充滿二十二速 你用一個經驗石金上去 可能... 二十六速、二十七速可不可以用 其實還是可以用的 所以... 這類型的符文有速度 因為它們就是要速度 所以它們有速度 我就留下來喔 然後再來的話呢 是... 猛攻跟激怒這兩... 這兩套符文喔 然後這... 欸等一下猛攻激怒還有一個... 應該還有一個刀刃才對 猛攻、激怒、刀刃 這三類符文的話呢 它是走一個... 我看一下喔 欸... 抱歉 這邊的話我應該把猛攻勾掉 激怒、刀刃跟無形 這邊是走一個傷害類型的符文 那...傷害類型的符文... 為什麼我們把猛攻勾掉呢? 因為猛攻我在後面會再多新增一個... 一個... 這個... 設定的部分 因為激怒跟刀刃 它是有機會去作為防打手做使用的 也就是說 如果有一顆激怒、有一顆刀刃 它有防趴、有暴傷、有暴率 它是可以留給像是火科學怪人 風大錘這類防打類型的角色做使用 雖然它們吃攻趴 但係數並沒有來的那麼高 所以猛攻原則上不會去給防打手做使用 所以我這邊就把猛攻勾掉 這裡就是... 呃... 無論是攻擊、暴率、暴傷 攻擊型打手所需要的符文 又或者是... 呃... 防趴、暴率、暴傷、防打手所需要的符文 都在這一排 然後這個剛才是速度的部分 第五個 欸...那我們先看這個剛剛這裡 那個猛攻 如果是猛攻的話呢 它就是完完全全我就是需要... 這個...傷害 攻擊型的傷害角色所需要使用的 所以就是有... 攻趴、暴率、暴傷這三條為主喔 再來的話呢... 是...這個...呃... 暴走、意志、反擊以及鬥志 呃...鬥志是因為我自己比較缺這類型的符文啦 所以呢...呃... 只要符合上述任何一條 就是...我都會留下來衝看看 那速度這裡為什麼我拉到5喔 那是因為... 考量到我這邊勾了很多個選擇 假設今天... 假設今天... 它的...呃... 它沒有這些數值 它沒有攻防、體、暴率、暴傷 通通都沒有 那它還是四速符文 你覺得這一顆衝起來 這一顆如果衝起來... 然後它如果還是紙幅 它衝起來會怎麼樣 它衝起來最高23速 最高23速 雖然說以一顆暴走23速來講還算不錯 可是這樣等於說 另外兩條屬性都會滿費的 誒... 就是變成這顆符文會極其的尷尬 像我前幾天我有衝到一顆紙幅 然後它是...呃... 這個暴走 暴走紙幅 衝完之後是21速 可是它另外兩條屬性是固定攻擊、固定防禦 跟最低值的命中 就是...呃... 四命還五命 這種符文 你就會覺得 雖然說是暴走還算不錯 可是... 好像把它給誰用都很... 都沒有那麼好用 因為如果今天是迅速那沒有問題 你迅速就是... 我就是把這顆符文給裝... 裝給... 要打先手 先手拉一波像是封擊地 像是光哥、水哥這類 提條類型的角色 直接先手能夠先動就好了 可是暴走的話 有可能... 暴走的話 通常是要打這個... 中... 中長線 是要打中局有一個... 多一個回合行動的 那... 這類型的角色我們就可能期望它有點傷害 或有點坦度 可是... 這一顆符文變成說它只有速度 可是... 它的一個... 其他素質都沒辦法給到貢獻的情況下 我就會覺得這顆符文 會變成是一個... 就是類似釘子戶的感覺 就是... 它食之無味、氣之可惜 那我寧願不要看到這個符文 因為我看到它... 我的... 使用它的機率可能也會偏低 當然偶爾可能可以在巨點戰的防守 去做到一個... 呃... 使用 但... 整體上來講 我覺得這類型的符文 我比較不... 我覺得見仁見智啦 你想要留下來就留下來 那如果... 你想要留下來的話 你就把這個... 拉到四速 然後... 甚至你可能... 你可以把前面這邊 只要是... 只要是... 英雄符文 只要是子符 有速度就留下來 就把它調到四就好了 那我自己挑選標準是比較高一些 先因為我自己... 是有一些... 有一些... 這一類型的符文 就是有速度 但剩下屬性蠻弱的 那這類型的符文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去做使用 我就覺得... 那我不要拿到更多這類型的符文 避免我的一個困擾 避免我在... 挑選符文 整理符文上的一個困擾 那當然大家會注意到說 這邊的數值其實就真的比較多 就是... 因為畢竟暴走、抑制、反擊 這類型的符文 還有這個... 呃... 鬥志 鬥志是我自己因為比較缺啦 那這類型的符文就真的是... 呃... 偏向遊戲的... 最好用的符文類型 所以... 原則上只要他們有這些數值 那... 其中... 我自己的挑選啊 我看... 我看到這顆符文的時候 我可能會去選擇 如果他有這些數值裡面的 其中的... 我覺得至少要有兩條 至少要有兩條的話 那我就覺得我會拿來... 呃... 充看看 那充完再看我要不要留嘛 那當然這個地方就也會留下什麼 這個地方就也會留下... 可能工房體 暴力爆傷的符文 沒有速度 他也會留下來 那這類型的符文呢 就可以給像是... 蜂龍旗 或者火瑞旗 這類... 然後火馬這類可能拼靈素的角色 去做使用 那如果這邊的話 欸... 如果你想要用一個... 絕望火瑞旗的話 也可以把絕望放進來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 畢竟火瑞旗是一個不太需要速度的角色 所以... 如果你想要配絕望火瑞旗的話 這邊也可以把絕望勾起來 不過我的絕望火瑞旗是已經配置好了 我有兩隻火瑞旗 一直絕望的 一直暴走的 所以... 我已經配置好了 所以就... 我這邊就不再去挑選那種低速的絕望 我現在所需要的所有絕望符文 都是需要有速度的一個...絕望喔 然後再來的話呢 是吸血跟硬爆 這兩類的符文其實... 用處就可能在更低一些些了 吸血符文的話呢 可能會給到像是... 蜂龍旗 又或者像是... 水熊貓這類型啊 以及一些... 可能... 水科學怪人 有機會去做到使用 就是在打句點戰的時候 一些... 一些坦摩類型的角色 可能可以去做到使用 那因為這類型的符文的使用上是比較... 受局限的 所以... 我的挑選標準就在稍微提高一些些 挑選的屬性還是偏多 因為其實只要有這些屬性 這些符文還是可以做使用 但是我的挑選標準就比較高一些 那硬爆的話呢 我純粹就是想要留給這個... 火卡三卓 因為我現在火卡的一個硬爆 我覺得還沒有要特別好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個很不錯的 攻擊爆率爆傷符文的話呢 我會把他選擇的硬爆符文的話 我會把他拿去給... 火卡三卓來去做一個... 呃... 使用 火卡三卓啦 火爹這類型 可能打完之後 插隊反打一波的一個爆傷型角色 可以去做使用 那這類型的角色 你看喔 我們就來設想一個情況 如果今天你打到一個硬爆 但他的攻趴一開始就是5% 抵直 很低 或是他的攻趴爆... 他有攻趴有暴力有爆傷 可是都是抵直 那... 假設是指幅 三次各跳一個 各跳完之後可能加13攻趴 然後加個10爆率 加個11爆傷 這顆有沒有覺得很尷尬 他雖然全部屬性都對了 但全部屬性都... 太低了 所以在挑選上面 我就會去... 再稍微拉高一點 我要這顆符文的標準 其實... 在選擇上的時候 呃... 這邊的素質的屬性啊 會依照每個玩家的遊戲進度不同 來去做不同的挑選的品質 那我自己 是已經有想好我要哪些符文 所以選擇上是這樣 我也跟大家分享說 我挑選素質的一些原因是什麼 那大家也可以藉由去思考這些原因 然後來去... 調整適合自己符文水平的一個... 排除設定喔 再來最後一個就是剛才提過的猛攻 那不過這邊還是要稍微提一點有... 這個設定呢有一個小小的bug 就是這樣的販賣情況 尤其是這個... 我們最需要速度的迅速集中絕望這類型的符文 這樣的排除方式呢 是沒有辦法排除什麼東西的 是沒有辦法排除2號速度的符文 也就是說現在的設定 是2號的速度會直接被賣掉 就是... 如果今天... 舉例啦 因為我的絕望我的迅速只有在這個地方 我的絕望集中迅速保護 只有在這個地方有去做排除設定 那我的挑選標準是有攻速 其他地方都沒有對吧 那...問題點就是 2號的攻擊速度符文 不會被排除掉 所以大家可能在販賣的時候 要稍微多注意一下 2號的符文 如果你今天還是很缺... 呃... 這個... 2號的絕望啊迅速啊的攻速符文的話 那其他符文可能問題不大 但是如果今天是絕望迅速這類型的符文 可能要稍微注意 因為我們只有在這個地方去做到一個挑選喔 可能會有人說 老師 那我們就把... 就可能... 因為2號的這個... 迅速2號的絕望 我...我可以在這邊勾唱說 喔... 我有體趴 我有攻趴 我防趴要留下來 可是這樣就會留到什麼? 這樣就會留下很多很多很多 沒有速度的迅速絕望集中保護 封印等等的符文 那... 其實就背離了我們的初衷了 所以我的選擇可能是... 那我在賣2號的這類型的符文的時候 多留意一下下 呃... 這個地方我覺得就真的可能算是 掃地阿姨他... 沒有自己去測試過這個排除設定啦 所以... 沒有發現有這個小小的 Bug 那就在這個地方可能... 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這樣的配置 如果你要跟我走一樣的配置的話 要稍微注意一下 2號的... 速度符文 那其他符文的影響可能不大 因為其他符文的挑選標準上面 我們有其他的屬性 如果今天舉例 暴走符文好不好 如果今天你打到是一個暴走2號符文 然後他這些屬性都沒有 他只有上面什麼固定攻 固定體力 固定防禦 抵抗命中 你會想要留嗎? 說句實話 其實留著的意義也不大 所以其實其他符文的影響不大 但是對於吃速度的迅速 絕望集中 封印等等的符文 影響就比較大了 不過等一下 這個地方我可能再購一個反擊符文 反擊符文也是一個我可能需要留下來的部分喔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新更新的一個符文販售系統的部分 然後跟大家分享要去如何去做排除的設定 那也給大家看看我們這樣子用完排除設定之後的結果囉 來這個地方 有沒有這個2號沒有速度沒有問題賣掉 這個 迅速符文沒有速度賣掉沒有問題 這個傳說絕望沒有速度賣掉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 這個沒問題 2號固定屬性賣掉 然後這個1號 呃 祝福符文我們挑選標準是要有綁趴或有體趴 那這個地方有體趴 但是體趴數值過低賣掉 然後這顆 OK 有體 呃有攻擊速度 然後有體趴有綁趴有綁趴 所以這顆可能 可能可以作為 這個防打類型的角色做使用喔 那但不過這顆 好啦 等一下衝看看 好 迅速有速度留下來沒有問題 這顆猛攻 猛攻的話 呃 爆傷 1號爆傷過低 我記得我的爆傷挑選標準 可能應該是在 6%吧 我忘記了 看一下 猛攻 對 我在6% 所以5% 5%是底值太低了 我就賣掉 然後 藍服全賣沒有問題 這顆 攻怕爆傷太 有點有一點點低 這顆其實 我覺得 可以試試看啦 可以試試 可以衝看看 但 就是衝好的機會不大 我們留下來 等一下衝一次給大家看嘛 這顆 OK 有攻怕有爆傷 這顆就是我們 星星念念 所需要的一個猛攻符文 然後這顆攻擊速度有爆率有爆傷沒有問題 這顆也留下來了 所以 這樣的販售就是 可能你稍微 主要是稍微檢查一下2號啦 那這顆的話 你看 因為爆傷是底值 所以其實就很難衝到 真的很高的爆傷有沒有 這個就不用看了 那這顆如果衝 就算衝滿的話 多少 衝滿的話 748有一個32爆傷 其實是有機會的 我只能說 有機會 但機會很低 要不要拚 看個人 你也可以選擇說 在販售的時候呢 把這個排除設定 猛攻有爆傷就留下來 也是一個選擇 但原本我想要排除的 可能主要是指符啦 那剛才看了那顆符文 想了一下之後 我們還是把這些屬性 稍微調低一些些 畢竟 呃 如果是這個 英雄符文的話 確實有機會會變成 可以用的符文喔 好那就是今天的一個 符文挑選的 設定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喔 你可以直接原封不動的操作 欸這顆不錯 你可以直接原封不動的操作 也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去根據 自己的一個想法來做 一些微的改變 這邊主要是分享一個 大方向給大家做參考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大概到這個地方 告一個段落囉 然後我們就 下部影片 再見啦 大家 全跳一次是最沒用的 掰掰